小姐 把刀子放下 富人手持鐮刀大聲叫囂 警方手持盾牌 喝令對方冷靜放下武器 另一旁員警手持辣椒水待命 怎麼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突然之間 富人持刀衝上前攻擊員警 警方雖然合力壓制 一名員警仍然不幸遭到鐮刀砍傷 你手受傷 你先走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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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原型像鐮刀 所以它是往你的身上砍嗎 沒有 它是隨便砍 它不是只有往我的身上砍 彰化和美一處名宅 一名富人情緒不穩 需要介護送醫 警方標準配備金棍 盾牌 辣椒水 做好了 完全準備 但仍然不敵富人吃刀亂揮 左手左的部位是比較深 我們會看到肌肉 肌腱都斷裂 需要擔心的 我們軍部的治療 是用強烈的抗生素 車上遠景 左手軸肌腱斷裂 傷口最寬4公分 最深2公分 深可見骨 右手臂有3處傷口 筋部還有長達12公分的傷勢 揮刀砍人的富人家屬 道歉 再道歉 承諾賠償 但刀下撿回一條命的受傷遠景 生命跡象穩定 意識清楚 了解對方並非蓄意攻擊 也願意接受道歉 記者陳政委 韓志行 許又翔 專畫報導